这是一个被丧尸病毒席卷后的事件 幸存下来的人类通过研制出的疫苗 治愈了大部分感染者 只有极少数的丧尸因为身体对疫苗的排斥 所以无法变回人类 他们只能被集中隔离在监狱中 而被治愈的感染者经过仔细检查和盘问 将会再次回归人类社会 可由于他们曾经犯下的种种暴行 一下车就遭到了大部分人类的游行反对 反对者认为丧尸即使变成人类 也无法抹除他们内心的邪恶本性 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变成嗜血的丧尸 有的人甚至认为所有治愈者都该死 应该把他们统统拉去枪毙 所以治愈者一旦踏入人类社会 就会受到各种歧视 还会被贴上杀人犯和恶魔的标签 他们因此很难在社会中立足 而作为第三波恢复人类身份的阿伟 相较于其他治愈者来说就幸运很多 因为他至少可以来到嫂子阿珍的家里 还在治疗中心给研究疫苗的博士当助理 平常就是上上班带带孩子 生活也可以说是相当的哇塞 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 实际上阿伟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 因为疫苗只能治疗身体 却无法抹除变成丧尸后的记忆 而且经常会有极端的反治愈者朝他家颇油漆 还有的人甚至会去骚扰收留他的阿珍 但即便如此阿伟还算过得不错的 同样身为第三波治愈者 也是阿伟的好兄弟老兔就惨了 在病毒爆发前他是个风光的律师 但现在却只能做清洁工 他只是想叫父亲通过关系 给他换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就被抓住伊领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因为母亲就是被变成丧尸的老兔送走的 不仅如此 父亲还将此时报告给了隔离中心的军官 他也因此被暴打了一顿 就连平时上班迟到也会挨打 长期如此 秃头几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而且因为反治愈者的游行示威 那些没有被治愈的丧尸也即将被处死 他们认为只要丧尸存活一天 病毒就有可能再次爆发 这个消息瞬间引起了治愈者们的恐慌 现在处死的是丧尸 那么下一次很有可能就是他们 为了表示抗议 治愈者们在老兔的带领下 开始在城市中大搞破坏 还组织人员去隔离中心门口闹事 而且他通过阿伟 得知丧尸并不会袭击治愈者 只会袭击人类后 甚至产生了一个邪恶的想法 而阿伟为了不连累到阿珍 所以并没有选择加入老兔 作为曾经的好兄弟 老兔自然想拉他一起入伙 见阿伟态度坚决 老兔便安排人手潜入家中袭击了阿伟 还将此事嫁祸给了反治愈者 阿伟认为是自己的出现 所以才让这个家陷入危险之中 为了不让阿珍和孩子受到伤害 他只能迫于无奈加入秃头的组织 而另一边的博士 对治愈所有丧尸仍然抱有一丝希望 他认为只要给他一些时间 自己就一定可以研制出新的疫苗 但迫于外界的压力 他的提议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 还派人将他用于实验的丧尸抓走 准备实行安乐死 博士苦苦哀求都无济于事 因为这只丧尸是他最好的闺蜜 为了救他 博士只好加入秃头的组织 他们的计划是救出一只丧尸 用病毒来威胁政府 只要手里有筹码 他们就不敢轻举妄动 阿伟一听瞬间就不愿意了 因为这样一来势必会造成伤亡 而且病毒一旦失控 人类将再次回到丧尸的时代 他试图说服博士 可博士因为闺蜜已经失去理智 无奈之下 阿伟只好找到隔离中心的军官 将治愈者和博士的计划都说了出来 为了抓到老兔 两人来了一个情贼先情王 阿伟故意设下陷阱 将老兔给引了出来 等到他反应过来是已经为时已晚 老兔怎么都不会想到 自己竟然被最好的兄弟出卖了 可军官还是大意了 以为老兔会束手就擒 殊不知他已经动了杀刑 这凶残的一幕 仿佛老兔就是一只丧尸 但念在曾经兄弟一场 他还是放过了阿伟 两人相继离开现场 可到了第二天 治愈者们就开始了秘密行动 他们先是利用博士的植物之变 干掉门口的守卫 然后又来到隔离中心 然而就在博士输入密码 刚刚释放完闺蜜的时候 旁边的治愈者却用枪对准了他 原来老兔想要的不是一个筹码 而是让这个世界再次陷入病毒危机 所以他们就释放了所有丧尸 与此同时 害怕隔离中心出事的阿伟也来到了这里 他刚走进关押丧尸的地方 里面的丧尸就被放了出来 不过因为他是治愈者 所以并不会受到攻击 看着源源不断的丧尸跑出隔离中心 军方也开始了反击 可由于数量太多 他们的防线很快就被突破 狮群纷纷往城市跑去 但唯独博士的闺蜜却迟迟迟没有出来 博士走进隔离房 也没有遭到攻击 看来是他研制的新疫苗有效果 然而就在两人喜极而泣时 一只丧尸突然扑倒了博士 就这样 博士倒在了闺蜜的面前 而他所研制的疫苗也随之消失了 此时的街道已经变成了丧尸的狂欢 从隔离中心出来的阿伟 立马向阿珍家跑去 可当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却发现阿珍已经被军方带走 他们将会被送往下一个安全区 阿珍看到阿伟后 叫他赶紧去学校找孩子 阿伟瞬间反应过来 于是立马朝学校跑去 老图看着自己的杰作非常满意 一切都在按照他的计划发展 突然面前的丧尸被击倒 这让老图非常生气 但士兵很快就被另一只丧尸扑倒 随后老图来到学校门口 刚好看见阿伟抱走孩子 这一次他并不打算放过阿伟 而警觉的阿伟也察觉到了身后的老图 突然一只丧尸想要攻击孩子 阿伟只能掩护孩子先跑 自己则留下来拖住丧尸 然而就在他与丧尸缠斗的时候 老图从后面攻击了他 这一下让阿伟当场猛逼 可老图还不解恨 坐在他的身上开始疯狂哭吃 好在关键时刻被一名士兵救了下来 看着倒地的老图 阿伟本想趁机捕刀 却不料听到了孩子的求救声 等到他赶到时 发现两只丧尸正在攻击孩子 阿伟哭吃几下就解决了丧尸 成功把孩子救了出来 另一边的阿伸由于担心孩子和阿伟 于是就趁士兵不注意跑了出来 被丧尸席卷过的街道 已然变得一片荒凉 只在地上看见一名士兵的尸体 而此时身后有一只丧尸发现了阿伸 他果断捡起士兵的手枪 连开两枪解决了丧尸 随后阿伸回到家里 刚好遇见阿伟带着孩子回来 可他刚上前抱住孩子 一只躲在这里的丧尸就突然扑了过来 阿伟见状立刻冲上去 对着丧尸足足锤打了九九八十一下 虽然丧尸已经被解决 但是孩子却被咬了 阿伸看着怀中的孩子即将变影 所以不得不做出一个无比痛心的决定 可这时阿伟却阻止了他 因为在隔离中心的时候 他亲眼看见博士的闺蜜被治愈了 所以孩子也很有可能重新变回人类 但他并不知道博士已经无了 说完阿伟便抱着孩子消失在黑夜中 而在军队的努力下 城市中的丧尸暴乱也被成功阻止 人们的生活再次回到正轨 经过这一次治愈者发起的暴乱 丧尸的数量也增加了不少 但他们依然没能逃脱死亡的命运 毕竟想要彻底根除病毒 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然而电影的结尾却在告诉我们 危机并没有就此结束